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周的整体的天象当中呢是有给我们带来一些对爱情的浪漫幻想 所以说是比较适合恋人的一周 那么具体呢要怎么样来把握下一周的天象优势呢 我们下面来跟大家讲一讲看具体的十二星座的一些运势的情况 请大家呢不要忘记呢参考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 白羊座呢白羊座的下一周呢优势部分呢 可以说是呢比较的积极向上啊 而且呢会比较有这个收入的机会 那么略势方面呢可以说是呢 对如果说你从事一些商业啊 还要做一些创业动作的话 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压力是蛮大的 是比较难以去开展到一些工作的 那而且呢有些预算啊或者说审批啊 就是不容易被通过啊 那而且在下半周的时候 整体的能量呢也会比较偏弱一些 所以不太适合呢急速的出击 在爱情方面呢 有一些社交活动呢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参与的话呢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而且呢会有一些烂桃花需要注意一下 金牛座 金牛座呢在下一周的优势部分呢 可以说事业上镜头还是很足的啊 有一些想法呢也比较有创新思维活跃 而且呢会比较适合求职 而且会有比较好的艺术灵感 那么在略势方面呢 如果是你签订合同啊 或者说去跟人家商业谈判的话呢 比较不容易呢获得一些机会 而且呢金牛座呢容易跟同事之间呢 有一些不顺畅的沟通啊 跟家人之间呢也容易呢 有一些这个不开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那么在恋爱当中呢金牛座呢 会比较容易跟恋人有争执啊 其实你是蛮在意对方的啊 但是有些话呢你却会说不出口 也懒得解释 所以呢会导致呢跟对方的这个关系呢 比较的紧张 不过到了周末的话呢 这种情况呢就会好转啊 一关的金牛座呢在别人眼中呢 可以说是模范夫妻 但其实自己本身呢还是有点欠缺沟通的问题存在啊 单身的金牛座呢 恋爱的运食呢相对一般一些 周末的运食呢会好一些 所以呢在周末呢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在下一周呢双子座呢 在事业上呢能够得到这个女性同事的帮助啊 那么事业运呢也会变得比较的强 有不错的发展机会 如果说你从事的是政府医院机构这样子的一些工作的话呢 也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进修的机会 那么略势方面呢可以说是呢 焦虑感呢不但没有减少而增加了 有这种小人缠身的情况啊 会有一些流言蜚语呢 对你不利 如果你有出行准备的话呢 要注意做好这个安全防护的工作啊 以免打乱计划 爱情方面呢恋爱中的双子座呢 跟恋人的相处呢是比较的和谐甜蜜的 也会呢比较在意呢自己在对方眼里的形象 对未来呢有计划呢有畅想 已婚的双子座呢跟伴侣呢相处的呢 也是比较甜蜜愉快的 可以一起享受生活的细节 巨蟹座呢本中呢还是比较有艺术灵感的啊 这会后半周的事业运势呢也会更强 既能提升自己呢也能调动他人 群星金牛呢可以说呢给你带来不错的这个人缘 跟社会的声誉啊 水星进到双子座之后呢 其实你的人这种人脉呢是更多的机会 那么略势方面呢可以说是呢会有点焦虑跟压抑啊 呃内在呢总是有一种怒气啊 好像没有办法消除 那部分巨蟹座呢容易遇到的人际关系 或者团体施压的情况 而且要注意可能会有小人在影响到你的发挥 爱情方面呢恋爱中的巨蟹座呢 可能跟恋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呢是比较激情的 呃彼此之间呢是比较容易呢有这种 呃同一的感觉啊 双方感觉是蛮甜蜜的 那已婚的巨蟹座呢 反而会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有所争执啊 呃亲密关系上呢反而是比较冷漠的 但是呢巨蟹座呢恋爱是不错啊 桃花有机会了可以呢好好的开始进一步的这个进攻一下 下一周呢狮子座呢在事业上呢有很多这个向前进的机会啊 但是呢需要有鼓鼓怕得罪人的镜头呢 才可以真正的发挥到自己这个优势 那么副业跟兼职的运势呢也很也很强 容易呢组织呢自己的团队 为自己发声增强社会的名誉 瑞士方面呢可以说是呢 家庭事务上还是很多的东西在牵绊到你 让你呢没有办法大步向前 有一些对立的冲突呢需要你的内心呢做一些平衡 还有的事业座呢容易碰到呢这种前辈啊上次的施压 那么周中的时候呢随着月亮进入到双语座呢会有一些情势的起伏 精神容易疲惫所以呢要注意呵护自己的内心 爱情方面呢恋爱中的事业座呢会有点说大话的倾向 引起对方的失望 部分事业座呢会有这个暧昧开小差的情况 那么事女座 优势方面呢在事女座来讲呢会有 积极的这个晋升的优势和学习态度 而且呢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桃花呢也会随之增加 事业运呢会在周后 后半周呢获得进一步的增强 那么略识方面呢会有一种 就是很多琐碎的工作不得不一直重复去做 所以说呢会觉得有些疲劳 而且呢这一周呢要注意一些牙疼啊颈椎病啊 关节痛的问题啊 然后如果说有关一些合作的协议呢 就不要太兴趣 那么在爱情方面呢容易能跟对方呢产生一定的隔阂 如果是计划一起远行的话呢 就会感受到双方之间呢是那么的不和谐啊 而自己呢也有点比较挑剔的这个情况 一关的主女座呢只要呢 不要说的太太这个直接太犀利的话呢 关系还可以啊 单身的是女座呢可以说是恋爱运势呢不太好 天成座呢 天成座呢在下一周呢是有不错的偏财运啊 而且呢比较适合做一些心理疗愈方面的事情呢 感受到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 所以说呢你可以在下一周的时候呢 多做一些冥想啊正念啊之类的东西 直觉力呢也会增强 那么略识方面呢在投资理财还有商业方面呢 可以说是呢运势都不太好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问题 项目的推进呢也是有困难的 所以要将自己的灵感创意呢 呃好好的落地产出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呢 爱情方面呢可以说是呢有一定的隔阂感啊 跟自己的亲密的爱人呢却有一种说不出口话的感觉啊 觉得画到嘴边又或者说话说出来就好像变味了一样 所以彼此之间呢是有一些误会在那里 彼此之间呢就生活的节奏呢也不太协调啊 那天蝎座 天蝎座呢在下一周的优势呢可以说是呢 比较适合呢跟他人合作 呃会得到一些公众的认可 但是呢对周围跟环境的眼光呢有一些过度的敏感 而下一周呢还有一些商业机会到来 偏财运呢也会增加 那么略适方面呢天蝎座呢在下一周呢容易呢造成这个自己的这个不自在和紧张不安啊 压力呢有点大 容易呢跟长辈啊领导啊搞不合 婚姻关系当中呢也比较多这个遇到冷战的情况啊 沟通呢不顺利 在爱情方面呢在爱情当中呢是特别容易迷失自我啊 爱情呢感觉呢是很甜蜜浪漫的 但是呢整体会让你觉得自己不怎么开心啊 呃总之呢会有种难以满足的感觉 说手座 说手座呢在下一周的优势呢可以说是呢 呃生活是很忙碌很很这个甜的很满的 那么合作的运势呢也会增强 也会比较注重呢这个关系中的契约精神呢 下一周呢比较适合呢有一些呃合作项目的推进 那么略适方面呢就是人际交往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啊 跟同事之间的依然是容易有误解啊 而且会有一种阐述困难的感觉 而部分射手座内心的焦躁呢也会变得增加起来 所以说呢虽然说有一定的机会呢 但是心情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在爱情当中呢恋爱中的射手座呢 亲密互动的能力是很强的 水星进入到双子座以后呢 很适合谈婚论嫁 还有家庭相关的事宜 能够呢在对方的身上呢找到家的安全感 你关的射手座呢可能会觉得心情不太好 容易有沟通障碍 单身的射手座呢恋爱运势呢是相对一般的 磨叶座呢在下一周呢受到这个群星金牛的影响呢 在灵感创意上有不错的表现 特别是做文字的编辑哦 人际关系呢也比较稳定 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呢 也容易有贵人呢替你帮忙过关 那么略失方面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沟通啊 还有这个交流当中呢会容易出现一些误解的问题 而且呢部分项目呢容易有缺少资金的情况 所以说呢对收入方面呢还是蛮压抑 然后有很多压力哦 而且会有一些钱财方面的亏损 或者是比较大的支出 让你觉得对这个金钱感到比较大的压力 那么在爱情当中呢恋爱中的磨叶座呢会觉得还蛮难的 好像自己做什么都不对 也有一些容易对峙的情况 一婚的磨叶座呢反而是彼此之间透过争吵呢 还能让自己的关系呢变得更好一点 但是呢磨叶座呢就没有什么机会 水瓶座 水瓶座呢在下一周呢可以说是优势方面呢 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财富状况 而且呢会有一些赚钱的机会和投资的机会 或者说呢是买到能够心仪的商品 那么略势方面呢容易被琐事牵绊的拖累进度 而且呢自己的内在呢总是有一种反叛的声音在响起哦 让自己呢没有办法很好的 就是说很诚心实意的投入到这个当下的工作状态当中去 所以呢就要多多注意一下 调试好自己的心态 那么下一周呢还不太适合呢做一些这个房地产的交易哦 爱情方面呢恋爱中的水瓶座呢 可能会因为呢承诺了一些自己没法做到的事情 而让对方失望了 或者说呢因为家里的事情呢跟恋人不开心 已婚的水瓶座呢会更在意这个传统的家庭观念 那么在婚姻当中呢会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这种亲密感哦 单身的水瓶座呢爱情是一般 不过周末的恋爱是不错 适合多多聚会呢增加自己的人气 双鱼座 双鱼座呢在下一周呢受到这个群星双鱼的影响哦 想象力呢会比较丰富 直觉力呢也变强 好像呢随时随地呢都能够这个感受到这个来自自然的召唤哦 那么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呢也很不错 能够积极地与人联络 所以呢在下一周呢可以说是呢非常的受人欢迎了 那么在劣势方面呢就是呢在事业上的容易呢精力不集中 整个人呢都会相对比较模糊 而且呢有一些容易呢提不起精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是你从事的是销售广告 培训还有文字编辑的话呢 在媒体方面的双鱼座呢特别容易受到呢 就有的习惯困扰容易呢提不起精神 爱情当中呢恋爱中的双鱼座呢 跟恋人的相处呢还是很不错的 适合向对方呢多多表达自己的爱意 比较富有激情 但也可能受到情绪的干扰呢而迁怒对方 以婚的双鱼座呢可能存在沟通问题啊 或者说是有一些救回忆的困扰关系呢 并不亲密 但是呢双鱼座呢本周的爱情是起伏不定的 主要呢还是看你个人的状态哦 好以上呢就是呢我们说的这个十二星座的 下一周的整体的星座运势情况 下一周呢有比较多的天象呢在发生 所以呢大家呢要及时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能够在这个星月期间呢能够把握好这个 很重要的这个许愿的时刻 好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静电鱼 关注静电鱼 你会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